小火熱鍋 首先小火熱鍋5秒鐘 接著放入30毫升的油 然後再放入冷凍蔥油餅 蓋上鍋蓋1分鐘 這時候餅就可以平均受熱 等餅解凍稍微軟化一點之後 再翻面煎1分鐘 解凍替代方案可以使用微波爐 微波30秒至40秒 1分鐘後小火就可以轉中大火 等餅稍微微微呈現金黃色的時候 每10秒就快速翻面一次 煎至兩面金黃酥脆即可享用 我們的蔥油餅足6兩種 台灣特色小吃 盧師傅蔥油餅 現做般的好味道